在大台北地区候鸟数量跟种类最多的栖息地 就是关渡自然公园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当初这里是一片荒废的稻田 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才成立了保留区 但是现在关渡湿地又面临另外一个消失的危机 就是它被杂草攻占 湿地渐渐的路化 优雅飞翔的苍鹿 踩着红色细角的高桥横 还有成群的水鸭 每年冬天这些鸟儿都会远渡重洋 来到台北关渡湿地 接受台湾这片土地热情的款待 就位于基隆河淡水河汇合的生态热点 关渡自然公园每年至少都会吸引150种 超过1万只鸟儿来报到 不过这里被台北市政府化设为保护区保护 因为地主反对足足争取了20年 这边很多私有的土地 它能够盖房子 它能够盖工厂 那个是最好的价值 如果你只是还是保留一块荒地 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荒的地 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产出 在还没设为自然公园前 这里只剩荒废稻田 还有满坑满谷的废弃物 十年前市政府委托台北市野鸟学会经营之后 园区焕然一新 一片绿意盎然 不过绿意却大取蔓延 陆地的杂草不断滋生 多到原方只好买来水牛 吃草兼除草 但还是不敌大自然的力量 杂草攻占湿地 开始长起了一棵树 两棵树到一堆树 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就是一根筷子插一根供完而已 其他分子都没有 经过这样子十年下来的话 其实树的覆盖性 它变得很大很旺盛 看到小树长成大树 不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长在湿地就不是 关渡自然公园表示 路化代表湿地变干 原本半水半路的泥潭底 慢慢缩小 减少鸟类的食物来源 整个生态系 也会像千亿法动全身 慢慢质变 为了不让湿地就此快速消失 原方每年都要编列上百万来挖土 只是这样我们在 跟大自然在做这样的拔河 因为我们人为 在看待这个 所谓的经营管理的层面的时候 必须要有人去做 这样一个介入或者干扰 因为鸟类丰富 关渡自然公园 1998年就被国际鸟蒙 列为重要野鸟漆地 然而附近人为设施的新建 加上自然淤积 关渡尸地也走向 慢慢消失的危机 虽然原方仍努力维护 和大自然拔河 不过等到哪天绿树成印 恐怕就是湿地 彻底投降的时刻了 记者聆听门 谢秦文 吴家宝 台北报道